我们现在应该已经正在录制中了 有了 好的 好 那我觉得我们从正式开始 让我们进入这个活动之前 我想先请各位讲者很快跟大家打声招呼 那我们等一下除了我之外 还会有四位讲者 那第一位的是浙江大学图书馆的黄晨副馆长 黄馆长您在吗 我在的 好 对 那对 黄馆长跟大家 然后跟大家打声 对刚刚就是黄馆 黄馆长 然后我们再来的第二位讲者是 第三位了 就除了我之外 是万方数据中文DOI注册与服务中心的 郭晓峰老师 有在萤幕上 郭老师跟大家打声 好的 大家好 我是中文DOI的郭晓峰 好 谢谢 好 谢谢郭老师 那再来下一位 我们邀请中国科学院 国家科空间科学数据中心的 任雅琴老师 任雅琴老师 你在吗 在 有点慢 我现在已经开始 你能看见我吗 有有 很清楚 看见 我看不见自己 大家好 我是任雅琴 对 然后等一下还有跟任雅琴老师一起报告的是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标示技术与应用实验室的刘家主任 那有主任可能会稍晚 那等一下 等 等到他们的场次 我再请就主任跟大家打声招呼 好 那我就直接开始进行我的分享 我想先花两分钟的时间很快跟大家介绍 什么是皮特佛徒萨 这个到底是 念起来很奇怪的东西是什么 好 让我分享一下我的荧幕 好 好 我应该有看到我的荧幕了 那我来分享一下 我用很快 也用很快的时间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场次也是整个皮特佛徒萨 一环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我现在再放映我同影片 好 可以了 好 其实这个活动呢 就是对 今年就是为期24小时 就昨天跟我们的今天 那这个活动呢 本次2021的皮特佛徒萨 这个永续标示符的活动呢 是由以下午的五个组织共同筹划 那帮我 大人帮Orchid DataSight CrossRef CDL 跟NESO 那这个活动到底 目前为止 大概已经超过1000个 呃 民众参与人员 整个参加这个活动 帮我名参加 当然分配上来不同的场次 然后再来就是 我想很快体现 那到底这个活动的起源是什么 其实大概就是早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这些 呃 筹划的机构就认为说 就像每个重要日子 都有一个节庆一样 像永续标示符 这样子的 很重要的一环 基础建设的一环 应该也有一个 呃 属于自己的活动 那所以从2016年开始 就每年都举办一次 年度的 那当然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就改成线上举行 那过往都是尸体的 那这是2016年的 活动海报 那其实这个活动呢 一一呢 是希望用一个比较轻松 有趣的方式 可以聚集所有对永续标示符 就是所谓的persistent identify 有兴趣的呃 研究人员 学者 或者是相关从业人员 等等的呃 一起来交流 分享跟讨论 所以这个会议的属性 其实是比较轻松 大家可以自由的呃 交流跟讨论 好那就是过往的 我刚刚讲 它是一个比较轻松 有趣的方式 所以其实每年都会有些 去月活动 但比较可惜 今年因为那个呃 线上的关系 所以其实能做有限 不过可以让大家回顾一下 就是过往的一些 不好意思 有趣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有指甲彩绘啊 等等的 好 然后过往的一些花絮景记 所以希望今天呃 而且过往的 其实呃 来自亚洲的参加 是比较少的 主要是欧美为主 所以我很开心 今天有这个机会 可以让更多呃 来自尤其是我们中文社群的呃 大家可以一起呃 交流跟讨论 好那我现在的话 要来准备我们的第一场的讲次 就是介绍永续标示符 好 那如果我的声音不清楚或什么的 可以在聊天 跟我说 或是对 应该是还好 好 不好意思 我有点咳嗽 好 那我们现在我就来进行 今天的呃 讲述 就是介绍永续标示符这一块 好 我来分享画面 好 有应该有看到我的画面 那我就来决定 我们就来开始进行 这个永续标示符入门指南的一个说明了 好那我想很快的就直接先开始 那到底什么是永续标示符 所以其实我觉得顾名思义 就是永续标示符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永续 一个它两个是标示符 标示符的 我觉得概念比较简单 它就是全球通用独一无二的一个自传 那永续呢 其实这个永续或永恒的特性 是要有权责机构来维护的效用 那因为大家 光只有名称是不可靠的 因为同名同姓 或者是异名更迭这种情况很常见 所以呢会需要一个方式 可以让这来确保异名 或者是同名同姓 不会影响在学术研究 或研究过程中 可能会造成了一些伤害 而且永续标示符呢 至少在比达佛罗兽 我们这些认为是它应该是一个开放的 所谓开放意思就是它能够 与其他永续标示符互相沟通串联 或是它的后设资料或者是metadata 是开放的可以供大家使用或再利用 好那下一张这一个投影片呢 会介绍一下研究社群中相关人事物的 永续标示符或者是辨识嘛 persistent identifier 所以人这个整个研究活动 脱不了人数嘛 那所以人的永续标示符 主要的我们这边的举例是ESNI 就是international standard name identifier 或者是ORCIDID 然后再来呢 是研究机构的永续标示符 比如说GREIT 或者是ROR 就是research organization registry 然后或者是研究产出 不管是或者投入 比如说你的讲述评院计划等等的 或者是你的研究成果 例如你的paper 你的资料级等等 这些永续标示符 那几个举例的例子 包含DOI IGSN或者是RAID 好那讲了这么多 我想在这边再更清楚的讲 护析一下那永续标示符 一言一闭之是什么东西 是到底代表意义是什么 这永续标示符呢 就是数位也是实体资源永恒的指涉 那它其实包含了 承载了不同的几个面向 第一个呢 永续标示符的 必须要能够清楚的标示出处 它到底代表的是人 代表的是事情 还是代表的物 就刚刚我们刚看到的 它到底是指人指事还是指物 那第二点呢 就是政策跟承诺 那一再强调说 永续标示符的永续性呢 是要有权责单位 基于良好的政策和承诺所维护 然后再来第三个面向呢 是永续标示符 要有很清楚定义的原数据 或者是后设资料 就是英文的所谓的metadata 然后这个metadata的功能呢 就是这些 记录这些资源的变迁 或者是改革 这个部分是相当重要的 尤其是在资料流通的时候 第四个面向呢 就是机器的可读性 英文就是machine readable 这个意思呢 是要有基于一个定义完善的原数据 然后呢 机器呢 必须要能够知道说 哎 今天看到这个永续标示符 我该去哪里找这个资料 然后这个资料代表代表是人 那是哪一种人 是研究人员 还是 不是研究圈的东西 对 然后这个 这几个部分呢 这四个面向 就是永续标示符 最重要承载的意义 也是他必须要 如果一个好的永续标示符 但要能够有这些不同 要能够涵盖这些不同的面向 好 那下一张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就是他的用途跟价值 那到底为什么永续标示符 这么重要 好 那我这边就是一些范例 那我想这个范例 就是非常的直觉 就是尤其是以中文为主 我们当我们在转写成音译的时候 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 会遇到的现实 那有了一个永续标示符之后呢 就刚刚讲的名字是不可靠的 所以需要有一个良好的 完善的标示符 来解决这个起义的部分 这是我实际在Orkid ID Orkid的 往Registry找到的 范例 应该是往小利把我找 对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永续标示符呢 大家能够增值连结 意思是说我们这个 这个范例应该不陌生 它其实就是学术文献 参考文献后面的引文的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这个永续标符 就是一个DOI 它上面是有增加连结的意思 就是说 它是一个动态的超连结 可以通过这个永续标示符 能把不同相关的 跟这个文章相关的 其他文献一起关联起来 然后这样的关联呢 其实也是要依靠 选择单位的服务 所以一再强调永续标示符的 本身当然它本身要良好的架构 以及说对所属的机构呢 是要有责任来 能够让永续标示符 是更有应用的用途跟价值 好 再来这个范例呢 这个例子讲的是永续标示符 就是persisting and different 可以促进信息的互通 不论是跨机构 或是机构内 所以通常在一个大学研究机构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系统 然后在整个研究流程中有很多不同的环节 例如从可能研究一开始 然后到申请讲助 然后到赞助机构等等的 那每一环节呢 如果有一个对应的persistent identifier 然后可以透过这些persistent identifier标示符呢 把资料很好的连接都串通起来 大家都有一个共通的标准 可以互相对话 那这样讯息的交流就不是问题了 然后这张同一面讲的是永续标示符呢 也是目前这几年 大家很热衷讨论的fair principle 针对数据资料这一块的一个基础 那fair principle有几个 有四大个重要的面向 就是findable 可搜寻 可取得 可交互用 跟可重复使用 其实这一些 要达到这些目的呢 也是需要一个好的 背后的基础建设跟架构 那永续标示符呢 刚刚讲到的 刚刚提到的几个部分 就是透过它可以交换 它是一个标准 可以让大家有共同的对话 这个方式呢 来达成这些fair principle 想要达成目标 当然还有可能其他有很多的面向 可是必须要 强调说永续目标示符 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环节 而且这不光只是orchid 我觉得这是整个persistent identify 整个社群都可以一起来 共同努力的地方 好 然后再来这边呢 在这张头影片呢 要讲到就是永续标示符 是可以奠定可信的研究基础建设 如同这张图表表示 其实有好几个环节 研究从可能从研究 开始想这个研究的问题 然后到实际的做这个研究 然后你可能做完就要管理研究资料 然后最后要结案 要比如说 传播你的血述成果的 那这个每个环节 都有非常多要处理的 事物 那这也反映出 在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 你要用不同的系统 比如说你要在提案的时候 提案的系统 那你在实际上你在 做研究的时候 可能有研究管理系统 或者是你在研究资料管理的时候 也有研究管理系统 然后再来是在提案的时候 你可能有机构点藏系统等等的 那让这些不同的系统可以有一个好的方式来互相交流跟对话 那当然是仰赖有很多层面 那其中一环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强调 永续标示符的效用 好 那这张图表呢 是想要在更进一步的 跟大家分享 除了刚刚讲到更多的一些益处 尤其是在看这个图表 其实永续标示符的价值 真的是来自连结研究生态圈的每一环 尤其是在研究社群中 研究人员机构啊 出版品或者是研究的资料集等等的 这些部分都是环环相交的 那这些关联呢 其实大家往往都是大家往往所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 那这些关联 透过永续标示符呢 就可以把这些关联都连接起来 比如说这个图表就是一个出版流程为例 因为作者的学经历呢 一定是跟所属的机构相关嘛 那期刊的发表 期刊文章的发表呢 跟对应的资料集 有时候也会有相关 比如说你用这个资料集的出版这篇文章 所以通过永续标示符呢 把这些东西关联起来 就产生了这个关联图表 那这个关联图表呢 目前就是CrossRap跟DataSight 这两个机构正在努力的一个project 就希望透过这种关联图表呢 可以不只是解答 我们刚刚想知道一些关联性的问题 更重要的也可以透过这些图表呢 进一步的询问 可能以往没有想到有关联的问题 那这里有两个反例 第一个是说假设我想知道 某一个研究人员跟其他所有 共同著作学者的关联 那透过这些不同的标示符 比如说Orchid是指援 然后ResearchRower这一块是机构的标示符 就可以把这两个关联起来 然后再来研究成果 这边的例子就是CrossRap跟DataSight的 DOI的案例 然后再联系到其他可能共同作者的部分 那第二个范例呢 是如果你今天想要连接 就是受欧盟资助的资料机 就是因为这个是那个 从英文翻过来 所以例子就直接是英文的 和引用这些资料机的期盖文章 如果想知道这样子的连接的话呢 也一样可以透过 DOI的应用发展所达成 就是在可能在申请讲注的时候呢 就把有个DOI 然后这个DOI在注册资料机的时候呢 也可以应用 所以就会把讲注跟资料机的关联 关联起来 然后最后在出版的时候呢 也把前面这两个有序标识符 也关联起来 就像刚刚讲 就会交织成一个关联的图表 然后可以协助我们了解更多的问题 或者是解答我们之前的疑问 好 然后接下来的头影片呢 就是介绍一些 就是我们以Peter Palusa角度来讲 比较常见的标识符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所以这边只是举例 那当然第一个是Orchid 就是对我现在工作的组织 那Orchid呢 是一个全球会员提供的费力组织 那会员包括研究机构 或者是专业协会等等的 Orchid的愿景呢 是希望不论学科领域啊 国际的时间跟研究人员 都可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标识符 然后以一个很清楚的方法 连接这些人和这些人对应的研究成果 或者其他的专业经历 那Orchid呢 是提供一个唯一的身份 编码Orchid当然 然后Orchid呢 也提供API 就是所谓的应用程式 编程界面或编码界面 然后呢 可以让不同的平台系统呢 透过在用户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取得Orchid的资料或者是记录 同时呢 也可以将你们认为有价值 有意义的讯息连接到Orchid 然后进行更广泛的传播 这是Orchid的部分 然后再来DataSight 这我没有烦 因为我想保留他们原本英文的说明 因为毕竟我不是DataSight 主要的那个员工 或者是相关人士 但是我想我可以介绍一下 其实DataSight是 主要是以资料级为主的 DOI注册中心 那全球呢 有10个 据我所知 有10个不同的DOI注册中心 等一下我们会请中国的 其中一间 就是中文DOI的郭老师 也对DOI的本质或者应用 可以有更多的分享 那我这边很快就带到DataSight 主要是针对资料级的DOI注册 那它的几个重要的面向呢 就是让你的研究资料呢 可以更好的被探索跟发掘 然后可以让 刚刚讲的关联这个很重要 以及可以减少在管理上面的负担 这就是DataSight 它们主要捉重的面向 然后这个是最近这两年 很重要的一个新的标示符的专案 或是Project 叫做Aura 然后它的主要的目标呢 是希望让全球的每一个研究机构 都一个专属的标示符 好 然后再来我们就介绍CrossRef CrossRef是迄今全球最大 然后历史最悠久的DOI注册中心 它大概有20年了 那CrossRef的专注的实体学术主板品 和学术错误版相关的 相关的成果 例如讲注等等注册DOI 那CrossRef它的着重的方向呢 是在于标示引用关联这一部分 特别是引用的关系 因为关联有很多种 那CrossRef这边它的组织的宗旨是特别关注引用这一块 然后我也想特别再说明一下 不论是Orchid DataSize CrossRef都是会员制的非盈利组织 好 然后最后几张同影片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对游戏标示符很有兴趣 那到底要怎么样 在生活中 在研究的流程中 可以应用永续标示符这一块 好 第一步呢 就是你当然要有一个标示符啦 以研究人员来讲 当然是鼓励立即申请Orchid ID 然后当你在注册DOI的时候呢 可以把你有的永续标示符一起关联起来 然后这一个案例是说 当你是如果你是DataSize会员机构 当你在注册 替你的机构点藏文档注册DOI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透过跟Orchid的合作 把Orchid跟DOI人跟物这样子关联关联起来 不过第一步就当时要取得 然后要运用这样子的persistent identifier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刚刚一直强调的关联的这一部分 所以这是一个 一个事例 所以可能各位有听过 欧盟一个叫做Zenod的平台 它这边就有让你在注册 让你在上传你的所属的学术成就的时候 你可以一并关联起相关的 其他的辩识吗 然后第三步呢 就是与如果你有了 不好意思 如果呢你有了辩识符之后 呃标识符之后 好如果你有了标识符之后 你应该尽可能的跟各同社群 其他的永续标识符也一起关联起来 那这边是一个DataSize的情境为例 也就是这边是当DataSize的会员机构呢 注册DOI的时候 可以一并关联人的标识符 就是ORCID 所以呢 以人而言 若注册DOI的时候呢 把这个ORCID这样子的信息观 呃这样子的标识符也一并关联起来 后续呢 当研究人员有新增资料集的时候 透过DataSize DOI和ORCID的关联 这些最新出版的研究成果呢 就可以自动新增到研究人员的ORCID的记录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刚刚是以人的角度而言嘛 那如果是以物的角度而言呢 那如果不同的资料集的关联 可以透过DOI串联起来 比如说是相关的 还是是 嗯 呃 引用关系 或者是 呃 supplement 叫什么 互相员引的关系 这一部分的话就可以 关联起的话 就会 呃可以 进一步的 产生出刚刚看到的所谓的event data 呃 Pit graph 刚刚那个关联图表的部分 就是目前这家赛跟Crosoft专注的一个计划 好 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个Pit Forum 那也欢迎大家加入 因为里面有蛮多跟 有序标市府相关的信息 然后 可以分享到最佳时间 了解一些动态 当然是提问交流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在亚洲 好像大家比较少机会跟其他 地区 或者其他国家 在座有序标市府的机构 或人民一起交流 所以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可以是第一步 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问题与讨论的时间 那我想先停止分享 然后我来看一下 再 再停止一下 好 不知道 在chat有没有什么问题 先来看一下 好 好 好我来看一下在聊天目前好像没有特别有问题 我再等一分钟让各位想一想对永续彪师傅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是特别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 或是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郑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加入咱们的OK的会员中心 然后这样就能把一些作者的一些就是成果什么了 然后实时的在那个OK的那个记录里头增加 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就是如何加入到这样一个正式的会员的里头 因为我们现在可能算是一个比较最初级的一个会员 那那样的话我们的发布的一些成果什么的 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同步的 对是然后谢谢袁老师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觉得很简单就是跟我联系 真的就是第一步跟我联系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讨论其实实作层面了 因为我想既然要进行就是第一步当时 如果是OK的情况 因为OK是会员做组织那刚刚袁老师提到的是说 在中科院他们国家科学 国家NSSC中心那边目前是使用OK的公共API 那可以从OK端取得一些资料 但如果进一步想要让刚刚袁老师提到 想要让这些成果很快的可以交流到研究人员的OK端的话 这会需要会员的身份 那当然就是第一个先加入 再来就是实际要讨论就是到底是哪一个平台 因为我觉得OK的一个好的地方是我们其实有蛮多的技术文件 然后也有一个支援团队可以提供相对应的支援 所以这个然后我们跟针对不同的系统 就机构典藏或者讲助系统 或者研究完整系统有一些建议的流程 所以其实这些就是我们接下去实做就可以了 对 真的很不好意思 希望有回答到袁老师的问题 然后还有我还看到一个郭老师有问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Worker的会员有哪些机构 目前在中国本地 我是说不包含香港 就是假设是Mainland China本地的话 目前有四个机构会员 就是中文科学院的高能物研究所 还有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细体研究所 以及社会科学文件主板社 跟我看到今天也有参加的青王大学图书馆 这几个 这四间是目前中国本地的机构会员 那在香港的话 就是香港的话应该有10间吗 还是11间 就是包含全部的香港 主要在香港的大学 以及加上一个出版社 对 这个大概是 所以中国目前应该大概有十几个吧 如果就是整个香港加中国本地的话 好 我们再等一分钟 看有什么疑问 如果没有特殊问题 我就会请黄管长来进行演讲了 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投影片都是会释出到时候 所以如果有任何现象 进一步交流的话 也在跟我们联系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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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